上个单元我们看到台湾的地热发电 虽然深具潜力 但是因为已经停顿了20多年 缺乏更详尽精确的地址资料 加上测刊钻探的经费高 成功率才不到两成 不但是民间业者却步 就连政府也兴趣缺缺 然而政府却还信誓旦旦的说 2025年地热发电要达到200百万瓦 也就是每小时20万度电 如果以家户每月平均用电量 330度来换算的话 等于每个月要供应将近40万个家庭来使用 问题是目前台湾的地热发电装置量 严格来说根本是挂零 在没有任何积极作为的情况之下 台湾地热发电政策会跳票吗 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地热发电在美国3450MW 菲律宾1870MW 印尼1340MW 同样位在环太平洋火环的台湾 我们用什么来发电 这边是我们立则地热电厂的用地 那从这里算起 深度100公尺 然后这边全面的宽度50公尺 所以总共是0.5公顷 区区0.5公顷的土地 不到三分钟就能来回走两趟 谁能想象这里要盖地热发电厂 未来还要发出101百万瓦的电量 我们这边为什么可能呢 因为靠近贵山岛 然后这个有个琉球海潮 然后所有的热源都从海边过来 往下挖500公尺 然后向海的方向 偏出25度 然后一个是往下挖2公里 然后向海的方向 偏出18度 这样就整个展开这样 所以我们总共挖10口井 把它展开这样 像章鱼这样把它展开 怀抱着设立台湾第一座 民间地热电厂的梦想 长期反核的台大教授高成岩 提出立则地热开发案 历经四年的筹划 两年的审查 终于在2017年4月 环评过关 为了以后要盖地热电厂 高成岩先组成了工作团队 在宜兰清水地热公园附近 搭盖铁皮屋 测试地热发电技术 小心头 林紫渊就是工作团队的成员之一 我们还要再多装两三支的温度和压力计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发电机组 我们会需要知道它很多的温度跟压力的讯号 你下面有看到拉线器出来了吗 有看到 好 帮我绑一下 就读台大机械系博士班的林紫渊 在这间超级迷你的电厂里 爬上爬下 安装发电机组的各项感测器 上面刚线牵下来之后 感测器会进到这个配电盘 然后这些会进这边的仪表 发电仪控盘的城市设计 是台大圣医电子所博士候选人林漢负责 至于发电的能量 来自于地底1900公尺 我们这个是宜兰清水的九号井 那大概是六七零年代挖的井 那下面的温度差不多在200度 这个使用法出来的蒸汽跟水呢 就会一路到 一路到这边 这个就是消音桶 那这个整段呢 都是一按县政府的财产 目前 那我们的系统呢 是从这个法以后开始 接下来呢 就是整个这个管线 就是跑液体跟气体的两项流体 会沿着这个管线一直过来 这个水一路这样子过来之后 它就会进我们的发电机 那这个发电机呢 是所谓的全流式发电机 全流式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可以利用水跟气混合的一个流体 来做发电的动作 流体的射速非常的快 大概每秒超过150公尺以上 的一个流速来推动这个涡轮机旋转 这台发电机 日本设计机身全由台湾制造的全流式发电机 利用9号井的地热水器 产出约100千瓦的发电量 这是林子渊向高成岩推荐的发电机型 知识虽然有技术 有土地 它们却只有区区3000万元的资本额 光是事前地质赚碳 确定早景位置 就得先花1亿元以上 更何况还想盖一座百亿元的电厂 资金差了300多倍 民间业者想投资开发地热发电 为何不见政府扮演协助与推动的角色 2016年就在政府明确宣示核四庭建 核一核二和三部研议之后 2025年即将成为非核家园的台湾 到底要用什么来发电 我们希望到了2025年 天然气发电占总发电比例的50% 燃煤占30% 绿能占20% 其中绿能指的就是再生能源 用来补足非核之后的用电缺口 台湾的绿能到底能发展到多少 这是经济部的规划 2025年太阳光电的装置容量要达到20级瓦 离岸风电3级瓦 至于地热要达到200百万瓦 地热 全国扣除国家工业潜藏地热 我们努力开发到完 经济部所谓的200百万瓦地热装置容量 其实等于是每个月要供应给40万户家庭的用电量 这样的需求为数不小 既然如此 政府已经着手建制地热发电了吗 2025年发出200MW 对不对 2030年人家说这个是天荒夜谭 目前的地热的政策 说什么时候要发出多少电来 这个都是非常有挑战的 刘靖晶在工研院任职期间 曾经汇整台湾地热探勘资料 他就发现 即使过去钻探将近白口井 这样的地质资料根本不足以开发地热 几乎94年以后台湾没有一毛钱 快20年到现在快20年 没有一毛钱花到这边探勘什么的 国家的这种天然的条件的印厂 到底是投资的业者应该去把它克服 百分之百应该业者来做 还是政府应该贡献一些 如果说我们需要绿生能源的话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以邻近国家日本为例 是由政府出资补助地热开发 而位居全球第二大地热发电国的菲律宾 过山地热发电量占全国的20% 也都是依靠政府的各项支援 及优惠鼓励政策 像菲律宾它在开发这个地热 当然到一个地方 有这些酸的问题 有这些地下水的问题 后列带的问题 都已经要靠政府 所以通常到一个地方 我们政府都要先投资一大笔钱 甚至打个石口井 地质口罩搞清楚了 这时候就可以开放给民间来投资 反观台湾 是真的有心发展地热发电 鼓励民间业者投资吗 政府对于地热探勘做了哪些事情呢 以科技部的第二期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来说 主要研究替代能源 再生能源与节能减碳 规划经费约245亿元 但其中只有2亿元投入地热钻井 而这2亿元的宜兰洪柴林钻井计划 由于没有一举挖到地热田 未来也将不会再有预算 挹注地热钻炭 另外能源局与新北市政府合作 游耕研院在大屯火山区钻炭的试验井 也因为地热水PH值过酸 暂时不会再有新的钻炭计划 不仅如此 甚至预算总规模 8年8800亿元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中 绿能建设的项目里根本完全没有地热发电 绿能的特别预算大概是243.2亿 我们还有所谓的年度的预算 这个年度的预算有256亿 都已经规划要投入绿能相关的推动 他们放在地热的比重 我刚刚讲说256亿的部分 放在地热里面的话 就是在256亿里面的话 我们手边就有1亿多 每年有1亿多的浅层地热的开发 像四方指品那部分就是透过我手边 大概将近1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经费投入 那么1亿元的经费 钻炭一口井真的足以找到地热吗 因为我们在打井的时候 一般分为野猫井 佐证井和开发井 野猫井呢 就是在一个未知的地方 我们去先打一口井 那这个成功率就蛮低了 可能不到两成的成功率 试试看的意思 所以像野猫一样 它可能打不到 我们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如果有打到了 有机会 那我们要确认说 这个底下是有多大有机会的区域 所以我们会打几口佐证井 我们要知道这个矿区代表有多大 所以佐证井的成功率 可能可以提到3到5成 那开发井就已经是非常确定要怎么做了 地质资料非常的丰富了 所以它的成功率就更高了 可能就到7成的成功率 正因为地热探勘的成功率低 只想打一两口井就能找到地热 无疑是天方夜谭 既然投入的经费如此有限 难以全盘调查台湾的地址 那么距离2025年不到8年的时间 台湾要地热发电来得及吗 现在有很多地方就是在国家公益里面 那我们必须透过一个政策环品的方式来处理 假如这个政策环品有机会 让我们进入到所谓国家公益 而且得到这个政策环品的同意的话 我后续的部分就是要做先级的探勘 我现在还希望能够扩大 因为我刚刚讲说我们现在传统的一个潜层地热 是有大概将近730MW的 假如我们去把它盘点得更清楚 透过一个政策环品 我希望2025我不止只有200MW 我还希望到500MW的 所以您认为来得及 因为大家当然都质疑说有可能会跳票 我觉得来得及 因为如果以200MW来看的话 是我们730MW的才不到四分之一 政府主管机关不但除了对地热发电过度乐观 对太阳能光电与离岸风力的设置进程 也说时间来得及 但是这两项绿能如果少了太阳 没有风都发不了电 能不能肩负得起未来20%发电占比的主要责任 其实困难重重 面对当前 台湾的供电状况 已经速度亮起限电警戒的橘灯 加上未来核电厂陆续除异 要补足台湾电力的缺口 难道真的只能大量依靠燃煤与天然气 而这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政策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